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咦 这面镜子真神奇 我的样子变得好奇妙哦 这是我从魔法国带回来的镜子 镜子里的人或东西看起来都歪歪扭扭的 很特别吧 巨大星 我来了 拓特 欢迎你来我的新家派对 我准备了很多点心 不要客气哦 哇 这里有好多蛋糕哦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一共有十六个蛋糕哎 拓特 你真聪明 没有啦 是姐姐教我这样数的 两个两个一起数 可以数得比较快 走吧 我带你去参观我的新家 好 嗯 至多星 这个柜子好特别哦 里面的东西都好有趣 这是我发明的展示柜 里面放的东西都是我去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 嗯 为什么柜子上面会有数字呢 这个展示柜是自动的 上面的数字是用来表示纪念品的位置 先输入红色圆圈里的数字 再输入蓝色圆圈里的数字 柜子就会自动把纪念品送到出口 如果要拿小船 要输入什么坐标呢 输入一 三 就对了 哇 小船真的掉下来了 真是太神奇了 嗯 至多星 为什么你的桌栗上面有那么多记号啊 因为我常常忘东忘西 所以我都会在桌栗上面做记号 画红色圆圈是星期三 那天我要去学哈拉语 画蓝色三角形是星期五 每个星期五我都会去运动 那 月历上的星星又是什么意思呢 画黄色星星是四月十三日 我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绿色星星是我朋友的生日 托特 你也在月历上画记号标示你的生日吧 嗯 好啊 托特 原来你的生日是十月十日啊 对啊 那天是星期六 爸爸妈妈会帮我办生日派对哦 到时候再请你来参加 好啊 我一定不会忘记的